欢迎收看本周的用心顾健康 最近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 如果常常要外食就得要小心 因为肠胃炎的感染几率可能会增加 不过医师就表示 千万不要直接吃止蟹药 因为发烧还有腹泻 都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可以让病原菌尽快地派出体外 那如果使用止蟹药强力止蟹的话 反而会让肠胃停止蠕动 病原菌就有机会穿越黏膜 引发更严重的感染 天气转热食材又都放在户外 有些民众吃完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 上肚下泻赶紧找出止蟹药来吃 没想到随便服用止蟹药 竟然让病情更加严重 它就一直停留在肠胃道里面 它就比较不会排出来 所以你吃了止蟹药以后 这个感染有时候反而会更厉害 那有时候甚至 整个肠子的发炎更厉害以后 有时候会造成长穿孔 或者是比较厉害的一些伴血症 医师解释常见的肠胃炎 分成两种类型 包括因为食物保存不当 引起的细菌性肠胃炎 占病患的约一成 还有感染性的病毒性肠胃炎 占八成 这时发烧和上吐下泻 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强力止蟹会让病菌 在肠内无法排出 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感染 除了止蟹药不要乱吃 肠胃炎期间 也要减少较硬的高蛋白和粗纤维的摄取 避免粘膜二次受伤 很明显粘膜就是可能有破损或刮伤之类的 化学层面就是我们的消化的酵素 这些可能会暂时性的减少 或者是变得暂时甚至没有的状况 一般肠胃炎 约三四天可以自行痊愈 但要是一天腹泻次数超过十次 还是要尽数就医 否则自行止吐止泻 恐怕会弄巧成拙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采访报导 最近腹腺门诊人次 频频创下了单周新高 超过八成都是诺罗病毒引起的 营养师就说了 按照诺罗的病程来调整饮食 不但可以减缓不适的症状 也可以加速病后体力的复原 包含了在呕吐初期 就建议补充电解植为主 那恢复期的时候 则是要增加益生菌 还有Omega 3的社区 被爸妈带来看诊 小朋友拉肚子好不舒服 全国腹腺门诊病患暴增 单周创下14万人次 其中八成都是诺罗病毒 感染力超强 加上严重的上吐下泻 这个时候怎么吃才能减轻症状 不要一吃就跑厕所 一开始的话可能是 呕吐的症状比较严重 那这个时候就以补充水分 跟电解质为主 那如果还是一直吐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先休息 四到六个小时 那以小口小口的喝水 那补充水分 感染诺罗病毒的时候 可以按照病床 来做不同的饮食调整 在初期的呕吐阶段 以电解质和水分为主 也能适时喝点 微糖饮料补充葡萄糖 而在腹泻阶段 则以软植的食物 少量多餐 白粥白面 果泥 都是好选择 之后像是蒸鱼蒸蛋 好消化的蛋白质 可以帮助恢复体力 此外 鸡精和保健食品 可以辅助 但不能够取代正餐 我们就是生病的时候 其实身体是处在 发炎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补充一些 抗发炎的食物 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让我们发炎状态 比较缓解 那抗发炎食物不外乎是 像是含有Omega 3的鱼油 或者是补充水果 包含富含维他命C的巴勒 不少患者觉得确诊 诺罗病毒之后 都会变得很虚弱 这个时候补充蛋白质和益生菌 可以重建肠胃道的健康环境 也能加速体力恢复 八大新闻和平张凯一 采访报道 要提醒民众 不要以为肥胖的人 才会有脂肪肝 其实就连外表纤细 体脂肪过高的人 也可能会出现脂肪肝的问题 事实上脂肪肝的盛行率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根据肝病防治基金会的调查 40岁以上的民众 有五成的人 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但是呢 其实只要控制饮食 体重规律的运动 就可以慢慢改善脂肪肝的问题了 鸡排炸到金黄酥脆 是很多人下午茶 或是宵夜的首选 但要注意 现代人普遍营养过剩 运动量不足 很可能因此养出脂肪肝 因为脂肪肝在台湾有上升趋势 40岁以上的民众 有五成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脂肪肝是日积月累 我们摄取的热量过多 以及消耗太少引起的 而肝脏当中 脂肪过高 会导致组织慢性发炎 进一步还可能出现肝硬化 但因为早期没有特定症状 所以只能靠定期的腹部 超音波来检查 不过别以为只有肥胖 才会引发脂肪肝 饮酒过量 快速减重 饮食不均衡 都可能是形成脂肪肝的元凶 过去有肥胖的病史 也自数常常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 结果40几岁就罹患了肝癌 脂肪肝的应对方式有三 减重 戒酒 追踪 酒精性的脂肪肝 就是饮酒过量造成的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就是主要是跟肥胖有关 那另外跟一些代谢相关的 一些慢性病 像是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这些也是都有相关的 还好脂肪肝是可逆性的肝脏疾病 从发现脂肪肝到完全恢复正常 最多需要4到5年的时间 随医师建议 有脂肪肝的民众 务必要戒酒跟减重 必须要减少久坐 增加有氧跟肌耐力的运动 每周至少150分钟的 中强度运动 减轻肝脏内脂肪含量 才能避免让脂肪肝的问题 持续恶化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除了脂肪肝 国人睡眠障碍的比例 也越来越高了 平均每两个人 就会有一个有睡眠障碍 睡眠医学会就统计 结果发现了 当中有八成的轻壮年 是受到噪音影响 才会睡不好 长期下来变成了浅眠 甚至是失眠 而这些噪音 在人为部分 最多的就是大呼声了 而医师也建议 如果打呼很严重的话 可以进行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检测 躺上床 想好好睡个觉充电 却被噪音吵得无法入眠 噪音成为 睡眠障碍的元凶之一 超过六成六的民众 在过去一个月内 曾经被噪音吵醒 当中有四重 一周之内还有两天 因为噪音睡不好 其中在台湾 最常见的睡眠噪音 就是环境交通噪音 还有同住者的大呼声 晚上受到噪音的干扰 影响睡眠 这样的比例 就是一周超过一天以上的比例 有将近71% 就是七成左右 这样的情形 也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表现 甚至生活的品质 因为噪音中段睡眠 长期下来可能破坏睡眠结构 变成浅眠 甚至是失眠的体质 国内民众最困扰的噪音第一名 环境噪音 包括汽机车 装潢噪音 再来是邻居睡罐的传导噪音 人为噪音最多的是伴侣 寒声 有八成民众 曾经被枕边人的打呼吵醒 偶发性的呼声还算正常 要是长期都有打汗声过大 就要进行睡眠检测 以防有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特别是重度的呼吸中止症 跟正常的人比较起来 大概噪音有大26倍左右 所以如果发现你的枕边人 打呼噪音很大声 大声到甚至会停掉 会再大声起来 这种的就应该要赶快 劝他及早去就医 伴侣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 长期下来 不但影响枕边人的睡眠 也对自身心血管造成极大负担 想要改善睡眠品质 不妨从解决噪音开始下手 巴辣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报道 最近天气慢慢变热 很多人觉得没有精神 想要睡觉 这就是中医说的春困了 所以护卫养肝就相当重要了 中医师建议 这段时间肝气相当的旺盛 所以饮食最好是清淡一点 另外还要多摄取绿色的食物 少吃辛辣酸性的食物 透过食补就可以调养肝脏 提升免疫力 春天气温回暖潮湿 容易感到疲倦 没有精神 这就是中医师说的春困 想要改善可以从护卫养肝下手 中医师表示 硬湿要以清淡为主 因为吃太过油腻容易上火 所以这个时节 不适合过度进步 可以多吃蔬菜水果 来帮助清热解毒 所以开始温暖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吃太补了 没事春天吃了 有时候牙龈浮起来了 然后甚至有时候 觉得湿疹比较会痒 避免感冒 然后避免那个关节炎 避免肠胃的症状 因为它在换剂 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建议说 少酸多肝这样子 那多肝肝囊 就是比如说 我们可能出现 我们刚刚说的 绿色的植物 中医师表示 尽量少吃一些 辛辣酸性的食物 可以多吃像是绿色 蔬菜 韭菜跟香菜等等 而豆芽类也可以多吃 除了中医师给的饮食建议 营养师也认为 想要养肝 补充蛋白质 也很重要 在营养上来说的话 其实会希望大家 可以吃到足够的一个蛋白质 像豆制品里面的 一些脂炼胺基酸 含量比例比较高 修复肝功能的效果 会比较好一些 像我只要遇到 就是猪皮 鸡皮 我一定会去皮再吃 因为这些皮上面的 一些饱和脂肪酸 它的含量比例比较高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增加 你的肝脏代谢的一个负担 酒类不能喝太多 因为酒精这个东西 其实会让我们三酸钢子 升高的是 比例是比较多的 利用食补 可以达到去世补气的效果 另外像是早睡早起 也能够养肝 少喝酒 少吃辛辣油炸等等的 NG食物 也可以减轻肝脏负担 中医认为 民众只要顺应时节来养生 就可以避免疾病 早上门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